大家好 我是錢子 踢台震驚化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快按右下角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鎖定踢台震驚化 我們一起追真相 歡迎收看踢台震驚化 我是錢子 來看今日最震驚 這難道是心虛嗎 台北市長柯文哲 今天針對卡神楊慧如 過去在台北市府 拿到的五個標案 來做專案報告 結果到場的 通通都是國民黨議員 民進黨議員 集體缺席 一場看起來就像這樣子 空空蕩蕩的 柯文哲都說 這是他任內第一次 看到這樣的情形 來看看阿伯怎麼說 卡神案怪怪的 你今天有沒有覺得 今天會場也怪怪的 對啊 民進黨都沒有 一個民進黨都沒有 奇怪 我們給民進黨機會 好好解釋要跟卡神的關係 嚇得跟鬼一樣 跑得不見了 一個蛋都沒有 我從沒見過 一個市長專案報告 這麼重要的事情 民進黨一個都沒有 市長你見過嗎 沒見過吧 市府奇觀吧 至少在我的任期內 是第一次出現重疾 對啊 所以就是心虛有鬼嘛 什麼時候推給柯市長 你今天民進黨養著網軍 就出來面對 沒有就站在這地方 好好的把責任全部推給柯市長 對不對 就出來推嘛 連出來都不敢出來 第二個我現在要想 好 來介紹新日來賓 立委候選人孫大謙 大家好 李俊議委員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 游淑慧 大家晚安 還有我們的親茂大哥 來 全國安平台好 最近很忙 親茂大哥 我剛才說你很忙 大家都找你去站台 都騷擾 不過游淑慧剛剛也在 那個場子對不對 淑慧 空空蕩蕩的 早上的這個場子 對 我覺得很有趣 非常有趣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包括我以前在市政府8年 加上現在 就今天民進黨是集體缺席 完全沒有人來登記 連辯護都放棄辯護 我完美見識到什麼 叫做繩切割 就是跟卡繩完全的切割 但我覺得比較訝異的是說 通常以民進黨的個性 就是劃功為首 攻擊是最好防守 他就算不到 他也要來跟你說 把所有焦點混合 混掉 剛剛今年連來都不敢來 為什麼 因為現在被抓到 越來越多的網軍是 無差別的攻擊 什麼叫無差別的攻擊 只要是跟民進黨敵對的政敵 都會被廣軍攻擊 包括柯文哲在內 所以我今天質詢的時候 也問柯文哲說 你對民進黨或是政治人物 降養暗黑部隊 去擊殺跟抹黑政敵 他的看法是怎麼樣 然後他說這兩年來 他已經感受到了 所以我後來也問他說 所以你有沒有考慮 要跟你的後援會一樣支持韓國瑜 為什麼 因為今日韓國瑜 明日柯文哲 如果柯文哲已經宣布 他有意在2024的話 你以為民進黨2024 會理將他嗎 當然不會 所以今日韓國瑜 明日就是柯文哲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台北市議會 國民黨黨團 要求柯文哲 今天進行專案報告 報告是什麼 就是楊慧如的卡神案 不過上午 大家就看到剛剛的情況了 淑慧也說了 有10名國民黨的議員到場 可是民進黨議員集體缺席 一個都沒有來 那茂南修 這是民進黨黨團的總召 張茂南就說 這個是政治操作 選舉操作 我們不會隨著你們起舞 這十幾天來 已經是選戰倒數十幾天 挑戰這個時間點 做專案報告 我們不要被糊弄 這是選舉操作 我們不要配合演出 剛剛也看到 羅志強也質詢了柯市長 他說這個場子怪怪的 沒有看過像這樣子 民進黨一個個嚇得跟鬼一樣 通通都不見了 給他們機會解釋 他們不解釋 這樣是心虛嗎 問一下大千 知道這個案子嗎 這場選舉 其實對討厭民進黨的選民 或者是支持國民黨的朋友來說 很顯然的就會變成是一場 尋找楊慧如跟下架 陳詩夢的選舉 那麼現在大家都很好奇 楊慧如去哪裡了 他到底還在做什麼 他難道還在網路上呼風喚雨嗎 會不會仍然成為一個 藏鏡人的角色 繼續在指點江山 到底楊慧如人在哪裡 目前為止都是一個謎題 而且坦白講 就是說關心楊慧如在哪裡的 不應該只是國民黨 任何一個願意要捍衛台灣 外交官尊嚴 跟任何一個希望能夠幫舒起承 討回公道的政治人物 都應該一樣的關心 楊慧如究竟在哪裡 但是很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的似乎只有國民黨 或者藍營的政治人物 在意這件事情 外交部是從事情發生到現在 他可以為了所謂捍衛同仁尊嚴 去告立法委員 去告民意代表 可是我沒有看到外交部的官員 站出來幫舒起承講一句公道話 幫舒起承譴責一下網軍 這種網路霸凌的行為 外交部 我看不到他們有這樣的作為 那你更不用講 這個蔡英文總統 外界不管怎麼樣來問 他跟楊慧如的關係 他始終是模糊以對 講沒有很深的私人交情 沒有交話 但是這些都不足以解釋 外界現在對他的疑慮 外界的疑慮就是 楊慧如究竟是不是 民進黨網路部隊的一部分 楊慧如跟蔡英文究竟存在 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他是不是接受了蔡英文下面的 操盤手的指揮 這些問題其實很簡單 也很容易回答 但到目前為止 我們所看到的是蔡英文也好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也好 包含外交部也好 其實對楊慧如就好像 完全是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 就這個人是不存在的 楊慧如這個問題就跳過了 是 俊英哥 是不是楊慧如變成了一個 佛帝模你知道嗎 就是不能講 然後大家聽到他的名字 嚇得趕快落跑 趕快跑掉 至少藍英是指控說 嚇得跟鬼一樣 大家都不敢出席了 是這樣子嗎 黨團不出席 這個我尊重他們的策略 事實上在立法院 我們也常常看到 國民黨集體不出席 這個是一個常態 就是說 柯P說第一次看到 柯P他什麼話可以聽嗎 這個時候柯P還被慫恿去支持 韓國瑜 這個恐怕國民黨如意算盤 算得太精準了 柯P不會說 不管怎麼樣講這個 他也不會說 還去支持楊王軍跟打的人 不會 他自己要算 還要支持什麼 這次 我說這次 所以基本上我是覺得 這件事情 柯P算是逃過了 因為民進黨的集體缺席 讓他好像變成不是劍拔 所以柯P是順勢而為 他順勢而為 對 他很厲害 市政府的補助經費 是由議員決定的嗎 我第一次聽到 我第一次聽到 大家都看過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頂多就是給一些壓力 你說關說也好 你說關心也好 協調也好 就是給壓力 決定權在誰的手上 在市政府 在官員 結果你看今天看說 好像楊慧如的市政府的 這些補助案都是由民進黨決定 那柯P幹什麼 柯P是在睡的市長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OK 大家看在眼裡 不過就是這一場 民進黨的缺席 確實讓柯P躲過一劫 就變成壓力都到民進黨來了 這是軍營的看法 不過剛剛 我這個看法是很標準的 第二個 外交官之死 到底是不是楊慧如造成 他外交官 這我們處長的夫人也講過 這個跟網路的言論無關 這個是他自己講的 楊慧如是不是民進黨的網軍 不是 他是一個生意人 他就幫忙做一些網路的行銷 現在他跑去哪裡 我也在關心 我也在關心 因為我擔心他的生命安危 你知道嗎 總算我也認識他 我希望他平安無事 這件事情有那麼嚴重嗎 我是覺得他或許認為說 我這個時候不出來講話 不會去影響現在的局面 是 淑慧 剛剛軍營委員說 當然民意代表只能施壓 但是你的壓力到什麼地步 當然會影響到行政機關的決定 我以前就常常被楊慧如 找民進黨的議員來施壓 所以我執著 楊慧如有施壓過你 有 2013年的時候 好 那楊慧如不只是施壓台北市 我們之前也說了 他在中央由立法院長的辦公室主任 召開了五次協調會 甚至連台北市的官員都被抓去 今天我們問柯文哲說 你知道嗎 他說他不知道 也是看了最新新聞才知道 好大的官威 立法院長憑什麼辦公室 可以把台北市的官員 還是副局長層次的 所以你說 民意代表的壓力大不大 有時候大的時候真的很大 尤其是執政黨的時候 好啦 再來楊慧如是生意人 我同意 但是我們從目前這幾年看起來 給他生意的就只有民進黨 對不對 他來國民黨在那邊投案 沒有人理他 所以說給他奶水 給他錢的就是民進黨 他的高雄組是怎麼來的呢 對 政治獻金裡面就抓到了 屏東也跟他做生意 所以我覺得不要企圖把楊慧如 打成是生意人 就跟民進黨沒有關係 第一個他是民進黨黨員 證據確鑿 第二個他幫民進黨打過選舉 不要選後不認 第三個跟他做生意的都是民進黨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我們在乎的不只是說 楊慧如對蘇啟成帶來的羞辱 跟他最後致死有沒有關係 不是重點 是羞辱了人家 第二是有沒有人用自己的權利 把國家資源喬到楊慧如 再來是還有多少的楊慧如們 今天秋毅不是公布了更多 更可怕的大楊慧如 小楊慧如 中楊慧如嗎 這個才是我們去在意的 就是台灣的政治 為什麼會變這麼可怕 有這麼多暗黑部隊 在對我們進行這種人生的攻擊 跟人格的抹殺 是 這個暗黑部隊網軍 我們等一下再討論 不過剛剛俊一哥給我們一盞明燈 現在民眾黨 柯文哲有沒有可能要支持韓國瑜 至少柯文哲的柯粉 在台東支部的一個 應該算是Leader 他說 他在禮物上說 他對綠 他對民進黨徹底失望 因為民進黨也把柯文哲打得很慘 所以這個人叫做林冠任 他說不如一起來投韓國瑜吧 今天早上在議會 淑慧有對柯文哲做這一段質詢 我們來聽聽看 花蓮後援會的 林冠 花東後援會的林冠任會長 你應該有認識啦 他也看不下去了 所以他決定要支持韓國瑜 因為他對 因為你被民進黨網軍攻擊這件事 他看不下去 他也想去 不知道說柯市長 你今天2020年看到韓國瑜這樣被黑 你會不會擔心未來自己也會有同樣的遭遇 假設你也出來對上民進黨的總統大選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同病相連存亡此寒的憂慮 你會不會也像你的會長一樣 決定在這個時候站出來支持韓國瑜 在最後關頭 網軍是一定會攻擊的 但是 你不會覺得同病相連嗎 今天死了韓國瑜明天就換柯文哲怎麼辦 我看馬上就來了 很快就會開始打了 很快喔 因為你已經講了2024了 所以你的後援會會長已經說 他要挺韓國瑜了 那 您的態度是怎麼樣 你如果這一次再支持蔡英文的話 會不會變成助紂為虐呢 你不會怕嗎 還是你要投宋楚瑜 我在想 只有三個人而已 沒有 還有第四個選項 不要投 不行 這不是一個民主的示範 不是 尤書惠你給他好多選項 他回答好少 其實大家跟觀眾朋友報告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新聞 這個人叫做林冠任 他是後援會 應該是柯文哲後援會 在花東的會長 他最近對一個新聞非常不爽 就是柯P 他的施政滿意都市 調查完 最多一年 他說這個都是綠軍 這個都是綠軍的網軍在帶風向 我們柯P怎麼可能會最後一名 所以我現在要投獨欄票 我不如大家一起來投韓國瑜好了 說不定韓國瑜會贏 然後韓國瑜贏了 我們民進黨會來罷免韓國瑜對不對 那我們就會有機會換掉這兩個包 什麼包什麼包對不對 好 那這樣很好 他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提案 我投韓國瑜賭一個民進黨 選後罷免韓國瑜的機會 反正民進黨說了很多次 想要罷免韓國瑜罵 我們就給他一個表現的舞台 如果韓國瑜沒有上 那我們投給誰根本就沒有差 韓國瑜要是上了那更好 我們就看看民進黨是不是一個 說話算話的震盪